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佳寇蒋伟文 今天是2023年4月8号 今天是个礼拜六 It's a Satur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上个礼拜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3月14号生日那一天 去做了一个活动 好难讲 3月14号 So tough 3月14号那天我的生日 去做了一场活动 还有那个厂商是一个耳机的厂商 然后我本来是 其实我要讲的是我怎么过生日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讲到这个耳机我就很兴奋 因为我从来没有带过 这么发烧友 这么品质这么好的耳机 然后就让我印象很深刻 今天这一集不要再讲这个耳机了 我的重点是要讲说 人就是说 越长大 我不知道过生日可能就两种 比如说像我的好朋友艾丽克斯 他过那个50岁生日 他至少办了20场 可他朋友很多 就是他办了 我讲20场可能有点小夸张 可他办了至少 七八场 而且都是很认真的 不是说好像今天就是找随便朋友来吃一个饭 他真的认真的把他所有的朋友分门别类 就是说这一群是比如说打高的呼球的朋友 这一群可能是我工作上的伙伴 这一群可能是学校的朋友 这一群可能是小孩子学校的家长会的朋友 分得很清楚 免得大家都很不熟 他真的 他真的放很多心思在他生日 生日那一天的派对 而且办了好多场 在不同的餐厅 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吃了很多不同的蛋糕 但是那一天 我除了去做一场活动 体验了很特别的耳机 收到一个很惊喜的生日礼物 这个生日礼物其实 就是我意想不到的 因为那天主持人是焦哥黄子焦 然后那天在主持的时候 他邀请了我当体验者的来宾 跟我做一个访谈 在突然之间就跟我说 今天还是加口的生日 祝我生日快乐 那当然我就很开心 没想到他竟然拿出个生日礼物送给我 因为他说他刚刚在上台之前 发现是我生日了 因为我们那天的活动 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 他就立刻去买了一个礼盒送给我 在舞台上就送给我一个生日礼物 当然了 大家会觉得说 这就是做一个场面 有人会这样觉得 他也可能就是 但是这也是要花心思去做的事情 而且当你是主持人 因为我也常做过主持人 当活动主持人在现场 你要注意很多事情 你要注意这个流程 待会长官来还要跟你谈一下 然后可能现场还有一些表演者 你可能要跟他们惹一下时间 你自己又要再做个总彩 然后你可能还要衣服要搭好 很多事情你要兼顾 那你就发现特别来宾 其中一个是有生日 那又怎么样 你可能祝他生日快乐就好了 但是娇哥还特别去花时间 赶快去找一个生日礼物送给我 当天就在台上送给我 让我觉得很感动 谢谢 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惊喜生日礼物 而且特别谢谢娇哥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台上送给我生日礼物 导致在台下厂商 立刻我就看那个总经理 他生日赶快 然后厂商也赶快去弄一个生日礼物 送给我 又送给我另外一个电竞的耳机 我觉得太酷了 所以那天呢 除了这个娇哥在现场送给我 这个生日礼物 让我觉得很surprise以外 当然也特别谢谢厂商 又送我一个耳机 我回到家里 又收到了一份 我没有想过的生日礼物 打开来 就是一个信封 上面写的 寿司郎 寿司郎怎么有东西给我 打开来一看 是礼券 还有寿司郎的贴纸 还有寿司郎的口罩 然后他特别谢谢的 就是我喜爱寿司郎 然后送给我这一份 我也觉得 让我很惊喜的一个生日礼物 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很久以前 就是寿司郎刚来台湾的时候 当时台湾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回转寿 现在也是有了 在抢市场 那试吃了过每一家以后 发现我觉得寿司郎 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 这种回转寿 这种平价回转寿司 这是在我心目中第一名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 他的生食的寿司做得很好 握寿司 就是说比如他的生虾 还有些生鱼片 或者他的鱼类 他的切片的厚度 他的调味的方式 还有他整个的摆盘 然后他的价位 他CP值是太高了 那其他几家呢 我觉得也做得不错 但是在选择上的东西 总是少了很多 然后就没有像寿司郎 这样每次去吃都不会 吃不腻 然后味道很棒 虽然说之前有出了一个什么 日本寿司郎 好像有人到那边去 去舔他的什么酱油瓶吗 还什么导致寿司郎的 那个骨架大跌 有没有 那时候我心目中想说 不行 我一定要挺寿司郎 这种感觉 因为觉得他很好吃 那另外呢 就是有关于 我生日的生日蛋糕 我发现人到长大以后 生日蛋糕 通常都不是买给自己的 比如说有了家庭 有一个生日蛋糕 一定是买个小朋友的 因为对小朋友来讲 爸爸生日就是要吃蛋糕 期待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要吃蛋糕了 我说真的吗 你为什么要吃蛋糕 蛋糕好吃啊 我说那是因为我的生日 好不好 对对对 爸爸生日快乐 然后另外一个蛋糕 是买给我妈妈的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其实我的生日就是母难日 那我爸妈又特别喜欢吃红叶蛋糕 我从小就是他们买红叶蛋糕吃 所以我长大了也习惯吃红叶蛋糕 所以我要买另外一个红叶蛋糕 给我爸妈吃 就特别是给我妈妈 因为他很爱吃红叶蛋糕 那我买给小朋友那个蛋糕呢 就要买别的品牌了 因为我每年我们家 我爸妈生日 我爸爸妈妈生日 还有我的生日 都要吃红叶蛋糕 一年就吃三次 而且我跟我爸生日很近 我爸是2月22号双鱼座 我是3月14号双鱼座 所以小朋友就觉得说 在一个月之内吃到两次红叶蛋糕 他们不要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 可是红叶蛋糕很好吃啊 后来蒋夫人劝我 我也觉得有道理 好吃归好吃 你每天给他吃 他感觉受不了了 也许他长大就讨厌吃红叶蛋糕 那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事情 所以我就 我的生日呢 就反正爷爷的生日 他们已经吃过红叶蛋糕了 所以我特别又买另外一个蛋糕 给他们吃 这种感觉很特别 就是我买这个生日蛋糕 有时候我觉得 生日的人是不是 别人会送他生日蛋糕 但是我们家不是这样 就是生日的人 尤其是我啊 特别我还去张罗蛋糕给大家 就是我还去张罗 我的生日蛋糕 请大家吃这样 给我妈吃 给我爸爸吃 给我小孩吃 然后当然了 在吃的时候 他们也会祝我生日快乐 但是今年生日比较感动的是 我还没去买蛋糕 我爸妈就留了眼给我 然后在留言里面说 就是说跟妈妈要唱 生日快乐歌给我听了 然后他们两老 两个加起来就150岁的人 然后录音录那个生日快乐 给我听 我就突然感觉到 好像我又回到 我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 听爸爸妈妈唱生日快乐 给我听 那个感动是很快乐的 虽然说没有这个生日的派对 但是这个已经是很重要 让我印象很深刻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生日买蛋糕 忙着买蛋糕 给家人吃的一个小故事 这样子 你的生日怎么过的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的 也是张罗蛋糕给大家吃呢 还是你是坐在那边 等到大家拿蛋糕出来 祝你生日快乐 Let me know OK 接下来我们来听 YouTube的这首Invisible 听完这首歌 马上回到 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口蒋伟文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好的 今天我们来翻出 我的好朋友 Marco老师 Marco老师的这一本 远离失智 吃出健康脑 Marco老师其实很会做 这个地中海料理 地中海料理呢 讲究就是吃这个多彩 很多不同颜色的食材 加上一些海鲜为主 然后还有油 要特别吃好的油 那Marco老师这本书里面 有一道汤品叫做 山药想念鲁鱼汤 这是山药鲁鱼汤 但是为什么会特别挑这道料理 因为其实山药鲁鱼汤 感觉真的是蛮普通的家常 这个汤品 就是我们不管是平常来喝 或是有时候可能元气不足 或想要补一下 或是可能身体 有人甚至于受伤了 想要吃点鲁鱼汤 听说这样会让这个伤口 好得比较快 甚至于比较没有疤这样子 那可是山药鲁鱼汤 如果以Marco老师这种 地中海男神的这种料理方式 我就很好奇他是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以地中海的那种方式 出发来做这一道 很家常的山药鲁鱼汤 然后把它取名为 山药想念鲁鱼汤 好那个他这边是用鲁鱼一尾 Marco老师特别提到说 你也可以买这种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 传统市场的鱼饭 他会卖这种 已经去骨的鲁鱼排 就是这种鱼肉而已 那也可以用那个来煮这个鲁鱼汤 就是没有刺没有骨头这样 但是如果你用整条鲁鱼 把它切块了来煮的话 带骨的白肉鱼熬汤 会特别香 所以你可以自己考量一下 那么鲁鱼满回来后 洗干净切成五块 就把它切了一块 剁成比如头一块 身体剁个三块 然后还有尾巴那边 所以总共有五块这样子 大块大块的 那山药去皮以后 那切厚度大概一公分的片状 所以也不是很厚 一公分的片状 就是半月片状这样子 那然后有点香菜 香菜就切小段 干香菇把它泡水 然后软了以后 把水分挤干了以后 再切除地头 很多人泡香菇 泡干香菇泡完就拿来使用 其实有点可惜 那你干香菇泡完就把那个水分挤干 那这样子干香菇 香气也会在 然后待会因为它是干干的 所以它虽然已经泡软了 但是这个水分被你挤干了 待会不管你是要入菜 还是你要煮汤 它都会吸收那个味道 然后这时候 老姜切片 红枣跟枸杞 用清水稍微洗一下备用 第二个做法很简单 就把鲁鱼先汆烫一下 放到滚水里面去 用大火汆烫一分钟 你的鲁鱼都切块了 五个大块 汆烫一分钟 然后关火再在里面再泡一分钟 大概是总共两分钟的时间 捞起来沥干 放一旁备用 如果你没有汆烫过鲁鱼 直接去煮汤 跟你汆烫过 你再喝喝看 会有些许的不一样 如果你这个汤是比较清的汤 你不想要喝到任何的 这种鱼腥味 一点点都不想喝到的话 你把它汆烫过后 你会发现 那个汤会少了很多这种腥味 它那个清甜味更明显一点 所以很多人其实鲁鱼是不汆烫 可是你可以试试看 放滚水 汆烫一分钟 再关火泡一分钟 捞起来沥干 放旁边备用 然后你先煮一锅 这个药汤 就是用干香菇 红枣枸杞 枸杞还有水 倒入这个汤锅 以大火煮滚 把红枣枸杞 它的甜味煮到水里面去 然后让干香过去吸这个汤汁 然后你转小火煮大概十分钟 把香味煮出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 虽然只有红枣枸杞还有干香菇 可是煮出来 它就是中药汤水了 那就把它煮到旁边 就用小火煮十分钟备用 那另外取一个炒锅 你用苦茶油 或是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好的油脂 苦茶油放入炒锅 然后放老姜片 以中小火慢慢的把老姜片煎炒到上色 甚至于它旁边会卷曲 然后再将中药的汤水刚刚用这个红枣枸杞 还有干香菇所熬煮出来的汤水 倒进去 这个一倒进去 因为你这里面油脂跟姜片的味道会很浓郁 整个刚刚那个红枣枸杞汤 再加上这个油脂 它就会有一层很健康的浮油在上面 带金黄色的感觉 你把鲁鱼 汤烫的鲁鱼 还有山药一起放进来煮 大火把这整锅汤煮到滚 然后再转小火煮五分钟 最后加点盐跟白胡椒的调味 这道山药想念鲁鱼汤就完成了 那鲁鱼真的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鱼类 肉质其实很细致鲜甜 而且都其实没什么腥味 但是你经过这种汆烫 它会更没有任何的鱼腥味 然后你跟山药一起煮成鱼汤 又滋补又暖胃 然后很清爽又不油腻 它这个油只加上了你自己想要的好的油 这里马可老师用的是苦茶油 自己你可以调配你喜欢的一些好油 大家试试看这道料理 收入在马可老师的远离失智 吃出健康脑的一道好汤品 今天的美食冷知识来问大家 有关于一个调味料 家家户户都会有的番茄酱 现在大家家里都会有番茄酱 可你知道吗 番茄酱刚推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在最初 它曾经红极一时 因为它被宣传为以下的哪样东西 A 番茄酱可以治疗拉肚子的 它是一种药 B 番茄酱被宣传为画家的涂料 C 它被宣传为一种染色剂 番茄酱曾经被宣传为以下哪一种 然后曾经大红过一阵子 A 一种拉肚子的药 B 画家涂料 C 染色剂 想一想 不要搜寻Google 再回来 广告回来 问一下我们特别来宾 然后大家再来作答 今天的美食冷知识 希望你可以长知识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amily 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充满了烘焙的香气 因为今天有人带礼物给我了 而且是我喜欢吃的巧克力 而且听说是减糖的 怎么会这么好的事情 让我们欢迎我们这个料理界的心赞公主 丽雅公主 她带来她最新作品 职人配方减糖烘焙料理 丽雅公主你好 各位听众好 Jekyll好 是你真是心赞里面就有丽雅公主 你有在看心赞吗 没有 对你就是我们烘焙界的丽雅公主 太棒了 那这一次 其实我看了这次这本书的时候 最近其实这个减糖 这个算是蛮热门的一个 话题 话题 大家也常常这样做 因为减糖其实代表很多东西 就是说可能你在食材上 是减糖的 可能是你在做烘焙的时候 你用的糖是不一样的糖 还有很多减糖的方法 大家所做的不太一样 这一本职人配方 减糖烘焙料理的主要是什么 因为你这边特别写说 天天这样吃 体脂维持19% 从甜点 面包到餐食 这次还有 后面好像还有很多餐点 对不对 对 一些咸食 咸食 真的耶 你以前都只有做烘焙 这次又多加了 因为是减糖的关系 吃甜的也可以吃咸的 等于是 有正餐 全方味 又有那个甜点 都有了 五十道减 素减成美味 再成这个低负担的 私房食谱 这个减糖的意思是 你在这些料里面 你选择食材 还是你用的这个调味料呢 这个要说到 我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就认识了一个营养师 于朱卿营养师 在他有帮我写序 我是认识那个营养师之后呢 因为他很漂亮 然后保持的非常好 我就想说 我要跟他一样 于是我就到他的减重诊所 去咨询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 你到他的减重诊所去 你是不是逼死人 你根本就不揍 你还去减重诊所 因为我真的已经进入 今年进入不惑之年 所以我希望我四十到五十 五十的时候 维持跟现在一样 真是一个提早 提早就设计 提早防范 对提早防范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在饮食方面 要维持年轻漂亮 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 那这对你来说 是太夸张了吧 你是做烘焙的 对 怎么可能剪面粉 精致碳水化合物 就是甜点 就是烘焙的精致糕点 对啊 对 所以我在这本书 做了两个地方 做一个很大的创举 就是我把精致的 碳水化合物减少 对 那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健康穀物粉 所以就比方说 我吃一个面包 以前可能是百分之百 面粉 我现在里面有部分的是 原型比较健康的 淀粉类 再加上精致淀粉 这是一个创举 你真是一个 你真的是一个反叛军 你反背离了 我们传统的 对不对 精致糕点的 最重要的这个指标 就是放很多很多 高脂肪 然后高油 然后高糖分的东西 让他们吃的觉得太好吃了 然后永远都来吃我这个 让他自肥的东西这样 但是你改变了 我改变了 但是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他吃起来 要吃不出他要减糖 那这个 对这才是重点 这就是我们在研发食谱的时候 每个食材的配比 要抓得很好 你刚刚提到说 第一个是增加了这个穀物 穀物粉 穀物粉 在这一点上 比如说我们以前想到 比如说糕点都是想到面粉 对 增加穀物粉的话是 大概是多少才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会不会有失败率 增加穀物粉 增加的时候会有失败率吗 会 我在我的书里面的面包 我把精致的面粉减掉 减少到剩下70% 另外30% 我用健康穀物粉 例如黑芝麻粉 紫米粉 糙米粉 但是那个比例跟配比 就是要研究一下 才会吃起来不会差太多 等于说对你来说也是新的一种挑战 因为你要去做不同的实验 看它怎么样配比才会好吃 对 然后又可以增添它这些穀物粉 对为什么不可以做到80%都是穀物粉 我们也可以 因为像很多生酮的面包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精致淀粉 但因为我真的自己有在吃减糖 然后在减重 所以我就发现那个不能持久 因为我们喜欢吃面粉 像我这次会做厨师 就是因为我真的太爱面粉 我喜欢那个面包撕开一丝一丝 那种绵绵的感觉 所以呢叫我去吃那个生酮面包 它吃起来就很像花生面包 就整个是渣渣的感觉 我大概吃个两次我就受不了了 我了解 你是个实际的人 就是说你想要执行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也必须是能够持久的 必须你也能够爱上它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要的不是 就像我说我本来就不胖 所以我要的是健康而不是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很极端的去做这个事情 很短时间去达到一个目的也好 或是很极端的去减重也好 反而是你希望它是可以变成一个lifestyle 健康的lifestyle 对不对 而且小朋友也可以 就是全家大小都可以吃的 它就是一个新的生活习惯 OK 所以我们现在在听完利亚这样讲 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这个title 就更了解了职人配方减糖烘焙料理 因为市面上真的减糖的主题的书蛮多的 那有人是用减糖的方式 在短时间可以达到很快的减重的效果 那像你这样听利亚讲的方法 你就知道她的其实是希望能够达到 这个烘焙上的美味 但是又可以让你更健康 对更健康 然后不知不觉 你拥有这样的健康的生活的这种style以后 你可能慢慢体重就恢复到一个很标准的身材 对我就是这样子 不会过重也不会过瘦就很好这样子 这是利亚公主要跟我们分享 我们最新的作品 待会我们就要进入这个里面来看 它每一道料理 甚至于这是有这个咸的一些餐点 对 而今天你还带甜点 还带礼物来现场 这个带这是什么呢 我今天带的是橄榄油半熟巧克力蛋糕 特别标示出橄榄油半熟 就橄榄油 以前会用橄榄油来做这样的蛋糕吗 比较少像我第一本书跟第二本书 我都尽量用天然的东西 那时候大部分用天然奶油 我觉得奶油也很好 因为它是天然的 那只是因为在减重的时候 减重医生都会偏好吃橄榄油 胜过吃奶油 所以我这一次用橄榄油来做巧克力蛋糕 对 感觉上好像橄榄油会是 如果好的橄榄油 会让人家觉得说 它是营养的部分 让你不只是好像比较容易调整你的身体重 还有就是让你身体比较不会发炎之类的 对橄榄油比较有助于瘦身 OK 所以特别标示说橄榄油半熟巧克力蛋糕 那我觉得说因为橄榄油 它自己本身有一个味道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用巧克力的话 就比较容易让这个味道不要那么凸显 真的是美食家 没错就是这样子 对这样的感觉 那个巧克力浓郁就不会让我觉得很突兀的橄榄油 对 OK 好那待会呢 这个广告过后 我就来开麦吃吃看 这个橄榄油的半熟巧克力蛋糕 在这之前呢 我们今天的美食冷知识 来问一下我们的丽雅公主 美食冷知识 我们问一下 请问一下 番茄酱 应该也用过番茄酱 我就用番茄酱 番茄酱呢 其实在最初曾经爆红过一阵子 在很久以前的爆红 他当时爆红的原因是因为他被宣传为 A 治疗拉肚子的药 B 画家的涂料 C 染色剂 就说番茄酱现在大家都有调味料 可当初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被重视的 但是有一阵子呢 就是被宣传为什么东西要变大红 需求量变非常多 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我们家家户户 所使用的这个调味料 当时番茄酱被宣传为 A 治疗肚子 拉肚子药还是B 画家的涂料 还是C 染色剂 你觉得是哪一个 我觉得是B B 这个画家的涂料 可是你看一下这三个选项 一个是治疗拉肚子 一个是画家的涂料 一个是染色剂 感觉上 就一个是要吃到身体里去 对 对不对 所以正确答案是A 治疗拉肚子的药 在19世纪的时候 番茄酱其实是被宣传 治疗腹泻的这个药物来贩售 而且呢 番茄酱 catch up这个词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英文来说 番茄酱是tomato sauce才对啊 番茄嘛 tomato嘛 酱就是sauce嘛 为什么不是tomato sauce 为什么是catch up 因为这个catch up这个字 其实一开始英文里没有的 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 在17世纪的时候 英国水手到了亚洲 发现亚洲有一种鱼酱 叫做catch up 这个鱼酱呢 是用一些鱼类的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鱼露 这种东西所做的 他们把这个英国水手 把它带回去西方以后 西方人觉得这个酱很不错 他们就自己在自己国家里面 用自己的鱼啊 然后用一些干贝啊 用一些蘑菇啊 来做成当时的catch up 就是番茄酱 但是当时的catch up里面是没有番茄的 所以说到后来有一个这个科学家啊 就声称有个医生啊 声称说番茄 把它加进这里面呢 可以自腹泻 然后就把它这个番茄的 萃取物呢 加到这个catch up里面去 然后制成药丸 然后宣传说这个会自腹泻 有一阵子大家都争相捧 就是觉得真的很有用 大家就来吃 后来就被科学家戳破是一个谎言 然后就这个番茄 这个番茄酱的药丸就没有在卖了 但是呢 番茄放进这个catch up里面 就变成一个常规了 慢慢慢慢就推出了 这所谓的番茄酱 现在加大户在用番茄酱 这就是我们番茄酱的冷知识了 长知识了 好知识了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还试吃莉雅这一款 不是番茄酱 是橄榄油的巧克力的半熟蛋糕 马上回来别走开 在Family 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我们的烘焙界的心脏公主 莉雅公主 莉雅公主你好 大家好 是的 她最新的作品 职人配方 简糖烘焙料理 在简糖部分呢 今天带了两款 应该是一款 可是她带两份 现场吃的 可能带回去给小朋友吃的 你看莉雅公主多贴心了 这一款呢 就是她的这个最新作品了 橄榄油半熟巧克力蛋糕 半熟的话就是说 她不熟 半熟的原因是 这个蛋糕其实有熟 只是因为她的做法里面 加了热水在里面 所以她没有办法烤到 全部是干的 如果烤到全部干 表示烤太久了 所以她在吃的时候 我们平常在吃的时候 冷藏的时候 她会吃起来软软的 然后去烤箱烤 就会爆浆 哇塞 所以两种吃法 两种吃法 一个就是就直接这样子 我今天就是普通吃法 然后回去 我可以把它放进烤箱 烤一下 多少温度 然后烤一下 其实它只要大概180度 可能加热个五分钟 它就会开始 巧克力就开始融化了 里面巧克力融化 我现在试试看 对 你可以吃中间 中间一点 中间就越软 这里面的食材 这上面是核桃 对不对 核桃 好软 里面这个巧克力是融化的 是融的 是软的 它没有爆浆 可是它是融化 就像在室温中的巧克力 对 哎呦 厉害哦 这个什么时候做的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做的 它这巧克力都没有硬掉 我冰在冰箱的时候是硬的 然后我又带来台北 所以它又回到室温 好香哦 而且四早糖醇 里面是零 糖是零热量 很湿润 然后很容易做 我可能吃太大口了 就像你吃一大块巧克力的感觉 对 而且很纯 整个里面都是营养 因为它是两颗蛋 蛋白质 橄榄油 你有两颗蛋 两颗蛋 太奢华了吧 现在蛋真的很难买 蛋那么难买的呀 超难买 我昨天为了要买十颗蛋 跑好几个地方 这两个就有四颗蛋了 Oh my God 好浓郁哦 对 而且很健康 重点是健康 好吃 好做 而且这个巧克力 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感觉 对 可是赤早糖我有用过 赤早糖会让我觉得 一不小心就会太甜了 对 赤早糖的好处是没有热量 对 没有热量 就像有时候小朋友 喝那个红豆汤啊 绿豆汤啊 就是爸爸不够甜啊 什么的 靠我去加赤早糖 健康的爸爸 对啊 就想到他热量就摄取少一点 对对对 然后 那这里面再加赤早糖的话 成功率就很高吗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这本书里面所有的食谱 只要看得懂字 就是百分之百成功 真的哦 真的 他就喇喇 我每次都跟人家讲喇喇 就好 这个可不介绍 因为这个很好吃 这个我想自己试试看 因为这个很特别 他自己像现场吃 挖进去就是那种 其实你说还没有爆浆 是没有说 比较像熔浆的感觉 对熔浆 会流动的感觉 对对 然后呢 你说放进烤箱出来 他会爆浆的 对 热热的时候 切他会像土石流 这样流下来 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我很想试试看 好啊 这个很简单 其实他只要找拿一个锅子 刚开始放热水 跟苦甜巧克力 跟可可粉 倒在一起 把它搅一搅 让巧克力融化 是 然后我们就加入蛋 赤藻糖醇 跟橄榄油 再搅一搅 然后把面粉 低筋面粉 跟杏仁粉 然后我加一点点泡辣粉 一点点就好 不加其实也没关系 再搅一搅 然后我们就做完了 这里的这里的 以前可能是用全面粉 是不是 对 那现在就用了大概 百分之三十的这种杏仁粉 对 也是为了减糖的关系 没错啊 就是让他越来越健康 可是这样 搅一搅而已啊 感觉不出来 就搅完就可以了 搅完就好 不用打发 不用干嘛 就全部东西混合在一起 就好了 感觉很方便 非常的方便 因为你第一步 都是混合热水 苦甜巧克力 跟可可粉 融化以后就放凉 然后呢 就再混合糖 跟蛋 橄榄油 橄榄油 混合完以后 再把刚刚那个 都把它搅到一起 面粉加进来 面粉类啦 干粉类加进来 搅一搅 完成了 搅完就成功了 搅完就放烤箱啊 就结束了 结束了 就超简单的 好简单哦 这一本书里面 每样东西都很简单 还是是你把它 尽量把它改良成 你说像我们的白痴 也会做这样 不是不是 因为我 以前当然 里面所有东西 以前都没这么简单 但是我随着 这几年的心态转变 我就觉得 东西一定要简单好吃 大家才会做 再好吃 只要复杂 没有人想做 对 没错 就像现在我 每次要料理东西 我就 因为我书过很多料理书 只要有任何主厨 说懒人料理法 我就挑那一本 就用那一本 简单一点 简单 因为我想 我其实一直想要宣导是 我们把时间省下来 然后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 跟陪家人 不要花这么多时间 在做饭 我问一下 因为这个赤枣糖 就是说我们现在 所有糖 都换成赤枣糖 赤枣糖在烘焙上面用 会不会有任何的 失败的可能性 会 因为赤枣糖 跟我们平常做烘焙的细砂糖 它的结构是不同的 所以在做某些东西的时候 没有办法将细砂糖 换成赤枣糖醇 那在书里面 是我都测试过了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说一般我们 在做什么东西 有可能用赤枣糖 它注意它可能会失败 做糖果类 糖果类 像我第二本有出 像那种牛軋糖 然后软糖 那种换成赤枣糖 失败率可能就会很高 了解 我现在在看的就是 你刚刚说这本书都很简单 有没有什么看起来很难的东西 最难的就是戚风蛋糕 因为它要打蛋白 其他全部都是喇喇就好 当你听到一本烘焙书 说戚风蛋糕是最难做的 最难的 那就已经是太简单了 对不对 就像我说 我这本料理书 最难的就是蛋炒饭 大家都很简单 太厉害了 所以这里面 不管是从饼干到面包都是 料理都是 我好期待你有一天 可不可以出一本 就是你这本可以增加 因为我小孩对那个肤质过敏 然后多次要去外面 帮他买那种米的面包啊 米的bagel啊 然后想说 好像也不是说 米好像也不能做 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为什么 如果是肤质过敏 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的甜点 全部换成米 粉 米粉 没有问题 但是面包可能就不行 对 他可能发不起来 对对 因为那个蛋白质不痛 了解 但是甜点类都没问题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这里面 因为你是用很简单 我看你应该也挑过 就是说 在做这些糕点里面 有特别挑过说 某一种的做法的糕点 它是特别适合 算是这种 完全不会失败的做法 对 我当初在写这个食谱书 我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简单做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 这个东西可以常吃 因为这才对家庭才有帮助嘛 对 这个东西小朋友爱吃 或想到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下 拿出来吃 这就是我这本书 当初在选品的时候 选这个品项的时候的重点 我们举例好 有个坚果叶卖书片 这个我觉得是小朋友可以当零食 早餐也可以吃 随时摆了一包 就是我们上健身房什么的 需要一些能量的时候 也非常非常适合 像这种 我看你这个分解图就四张 对 而且第二张还是把东西混在一起 然后第三张跟第四张长得一模一样 就一个烤前一个烤后 所以在想说 这个应该很简单做 很简单 而且我会更推荐不要模型 为什么呢 它更有那种手做的感觉 对 而且因为模型是因为送礼好看 圆圆的比较好包装 因为它大小一样 可是在家里做 我很推荐把它铺成扁平 像一张纸这样子 对 然后再用手把它剥开 或者是在铺的时候 就很像杏仁瓦片 这样会很快熟 而且又很脆 想一下这里面是用的大燕麦片 然后这个生核桃碎 就像我刚吃到这个 这个橄榄油 半熟巧克力里面也是核桃 对 生核桃碎 然后再加肉桂粉 然后再生燕麦粉 然后再蔓越莓干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 其实好像没有用到 就没有用到那个 像什么 面粉之类的 对 因为甜点类呢 我把面粉的量甚至减到零 因为有些甜点 它是不需要面粉去支撑的 但因为面包不行 面包需要有筋性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部分的面粉 然后这里面呢 其实没有用到糖 是用到蜂蜜 对 我就尽量 这本书就是用赤枣糖醇 那如果有用到糖的地方 我们尽量用比较原始的糖 OK 只有用到两个糖 黑糖跟蜂蜜 其他都没有了 好 那这个坚果叶麦酥配 到底有多简单呢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请这个丽雅公主告诉我们 这个真的很简单 看这个分解图是太简单了 啦啦 待会来我们大家一起啦啦 别走开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嗨 飞明令山 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访问了丽雅公主 这一本职人配方 简糖烘焙料理 除了我们讲的这些 很棒的一些 她本身就很会做的烘焙以外 她这次还包含了很多 简糖的 这个美味私房料理 那这些私房料理 有这种白酒奶油 味噌鲑鱼 还有蔬菜的 意式肉酱 白酒炖鸡 鹰嘴豆泥 味噌烟五花肉 还有不油炸的 蓝带起士猪排 还有这个酪梨蛋沙拉 还有很多啦 那这些东西可以拿来搭配 比如说面包类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从你 而且你还教怎么做 对 不只是面包 比如说我自己 比如说我像很喜欢吃印度烤饼 你有教大家做怎么做 印度烤饼 对 或者怎么做这种口袋面包 对 这本书真的是蛮 实用 蛮实用的 而且而且这些重点 不管是印度烤饼 口袋面包 或者是什么塔克饼 这些东西 你都照了你的做法 就是说要简单才行 简单好做 简单好做 然后增加营养价值 好回到刚刚讲 那个坚果的燕麦酥片 真的很简单 我想请你跟大家讲一下 这怎么做好不好 好我们就把食材里面的 融化奶油 蜂蜜 大燕麦片 生的核桃碎 肉桂粉 如果不喜欢肉桂 可以不要加 然后加一点生叶麦粉 如果没有的话 就换成面粉也没关系 蔓越莓干 全部放在碗里面 搅一搅就好了 真的 它这个加热无厌奶油 它这个搅一搅 它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就好 我们把干的跟湿的材料 黏在一起这样就好了 它这个黏在一起 会黏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那个加了 是杏仁粉的关系吗 加了蜂蜜 因为蜂蜜会黏黏的 所以它会把所有的食材 黏在一起 是蜂蜜跟生叶麦粉 变成这种黏着剂的感觉吗 对 有一点这个类似这样的感觉 然后黏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像杏仁瓦片 这样子把它铺一铺 放在烤箱烤 大概烤四五分钟就好了 OK 如果说想要 除了有人喜欢吃那种杏仁瓦片 也有人喜欢吃比较厚实 对厚实的就像书里面一样 放在一个圆形的模具里 或者任何你有的模具 都可以 让它变得比较厚一点点 然后再进烤箱 这个做好 这个可以摆在冰箱里 然后随时都可以吃 冰跟不冰都可以 冰的话当然就放更久 但是就是要密封 但我还会推荐一个 另外一个吃法 就是我会在家里把它 我可能用烤盘铺一层烘焙纸 然后我就用倒的 随便把它铺平 铺平之后烤到它干了 那我就把它敲碎 敲碎之后 可以当零食 或者是放在优格上面 那很棒 这是很多不同的吃法 你可以知道 就是利亚公主 不只是秀给大家 她在她做这个 简堂烘焙料理 你也发现 她可以说的这么细 就是因为她现在 正在过这样的生活 的style 对对对 跟着我们的利亚公主 一直保持很好 健康的生活跟身材 谢谢我们的利亚公主 职人配方 简堂烘焙料理 值得你来收场 谢谢 谢谢大家 简堂烘焙料理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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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